和亲中最悲剧最悲情的莫过于远嫁的公主 唐德宗时期公元787年 咸安公主远嫁恢复 为大唐和恢复的友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然而咸安公主也逃脱不了和亲公主的悲哀 花季少女嫁给了一个老头子 而且这个老头子还没有几年活头了 仅仅在咸安公主抵达恢复的两年后 恢复河谷复陆可汗就一鸣呜呼了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中晚堂风云 我是杨丽辉 和亲后的河谷复陆可汗 被唐廷李阔称号为天青可汗 所以史书上多以天青可汗记载他的事迹 真元五年 公元789年 农历12月初三 河谷复陆可汗的死讯传到长安 李阔让轰鲁青郭峰前往恢复 撤立河谷复陆可汗的儿子为忠贞可汗 自从十几年前河西沦陷后 安西北亭等地想要和长安通信 必须要借到回湖 因此他们要搞好和回湖的关系 北亭紧挨着回湖 这么多年 虽说回湖给北亭提供了一些方便 但也从北亭榨取了很多的好处 北亭西边是葛罗陆部 东边是沙陀部 三地都是回湖的邻居 也都被回湖欺负得不行 南边的吐蕃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 说服葛罗陆部和自己联合一起 挂分北亭 他们一个从东南 一个从西北 合计北亭 此时的北亭基督使 叫杨西谷 他是李源忠的部下 李源忠在五年前 也就是公元784年 死在了任上 杨西谷接任截斗使 面对吐蕃和葛罗陆的两面夹击 杨西谷无力抵抗 派人向回湖求援 回湖大国相杰干加斯 在老可汗去世后 掌握了回湖的大权 他一时也没有好的将领 可以派遣 决定亲自救援北亭 杰干加斯一走 回湖王庭失去了强人震慑局势 新可汗忠正的弟弟 突发政变 杀了忠正可汗 自理为可汗 杰干加斯在得到消息的时候 正式和吐蕃战局交着的时候 一时也回不去 回湖的其他人 虽说对新可汗并不服气 但无奈手中没兵 只好阴忍了下来 到了来年4月 也就是公元790年 回湖赤相 找机会与把新可汗杀了 立忠正可汗的儿子阿措为可汗 阿措就是河谷多洛可汗的孙子 现年才15岁 回湖王庭经年政变 影响到了前线 回湖和吐蕃数次对战都失败了 吐蕃把回湖堵在了外面 猛攻北亭和沙托 北亭人和沙托人 对回湖长期的盘驳 十分的愤怒 现在回湖和吐蕃交断失利 想着与其继续受回湖的压迫 还不如投降吐蕃算了 没了斗志 那自然抵抗力就弱了 杨西谷等不来回湖救援 这下的百姓又不愿拼死守城 无奈带着两千步众 冲出包围 逃往西州 剩下的北亭人和沙托人 投降了吐蕃 此时的沙托酋长 名叫朱也尽忠 他就是李克用的曾祖父 杰甘加斯见北亭已经归了吐蕃 自己又打不过吐蕃 只好信心地带兵撤了回去 回湖赤相心中很是忐忑 他发动政变 并没有和杰甘加斯商议 他担心杰甘加斯不喜欢阿硕 会行费力之势 赤相带着阿硕 在杰甘加斯回来的时候 早早地在郊外等候 见到杰甘加斯 赤相跪地 享受了自己 擅自福利阿硕之势 并把郭峰带来的 唐丁赏赐的东西和郭书 全部献了出来 等赤相说完 阿硕也跪地地哭泣道 我尚年幼 若有心卑力 一切就依靠阿多 郭正之势 我不会过问 阿多是恢复人 对爹爹的称呼 杰甘加斯 见阿硕如此卑微地求自己 生了侧淫之心 抱着阿硕痛哭不已 之后 他向阿硕行了称礼 并把赤相送上来的 唐丁礼物 悉数分给部众 由此 回呼国内烧案 几个月后 杰甘加斯 重整人马 约上杨西谷 准备收复北京 可惜 杰甘加斯的打仗水平 实在有限 联军被吐蕃打败 数万大军 被吐蕃斩杀了一半 杨西谷的北京军队 也只剩下了数百人 灰心上去的杨西谷 准备返回西州 但被杰甘加斯 拦了下来 对他说 将军暂且和我一同回牙掌 我自会派人送你回去 杨西谷现在是小胳膊 只能跟着杰甘加斯 一同去了回复牙掌 过了几天 杨西谷见杰甘加斯 并没有送自己回去的意思 又找到他 表达回西州的想法 杰甘加斯非但没有同意 还指使人杀了杨西谷 杨西谷死后 北京和惠湖的来往就断了 安西也没法通过惠湖 和长安进行来往 安西成了断线的风筝 唐亭这也没了安西的消息 根据零星的史料 安西在吐蕃不断的陈石下 大约在公元808年 被吐蕃全面攻下 算下来 在北京沦陷后 安西还坚持了18年 后文中 咱们就不再详述 安西沦陷的过程 回复大象杰甘加斯 之所以要杀杨西谷 推测是为了稳定军心 自己作为惠湖的权臣 两次出征军大败 而且这一次史上惨重 回国后 很难保证不被人质疑 他杀了阳西谷 也算这趟出征有了点成绩 惠湖元气大伤 西边的葛罗陆部 趁机进攻惠湖 取下了惠湖的浮屠川 惠湖举国震惊 连忙把西北部的部落 全部迁移到崖障以南 杰甘加斯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后 派人和郭峰一起去长安 请求撤封新可汗 回湖政局动荡 加上接连两次大败 国力消耗很大 这一次出使唐朝 回湖使者再也没了往日 直高气昂的傲慢 对唐廷和沿途的周线 颇为公顺 来年二月 公元791年 唐主李阔 撤封回湖新可汗 为凤城可汗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回湖折服了起来 不再和吐蕃在西部争风 半年后 九月 吐蕃发兵 进犯灵州 回湖出兵协助 打破吐蕃 捉住了吐蕃一个酋长 吐蕃和回湖在北线的战争 还间接的促使南兆 彻底的反叛吐蕃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南兆和吐蕃关系的破裂 要从两个人开始说起 一个叫维稿 一个叫郑辉 咱们先说说维稿 维稿出了头角 还是在诸池周览期间 他原本是隆州迎天判官 诸池想把他拉入伙 就派了部将牛云光诱骗维稿 维稿用计杀了牛云光 并派人禀名李阔 李阔在龙州设凤义军 让维稿担任截斗使 后来诸池又派人来劝承维稿 维稿还是毫不犹豫的杀了来使 诸池周乱平定后 维稿入京 担任金屋卫大将军 西川截斗使张燕赏 调入京城后 维稿入川 接任西川截斗使 维稿入川 才是维稿人生大放光芒的开始 咱们再说说郑回 郑回原本是归州西卢县令 归州沦陷后 他被南兆人生擒了 别看郑回只是个县令 他可是满腹经纶才华横溢 时任南兆王葛罗凤很欣赏他 让他当了自己儿孙的老师 郑回是个好老师 他才不管学生的身份 学不好就用鞭子抽打 等他的学生一卯寻 当上南兆王后 郑回备受委了清平官 清平官就是南兆的宰相 虽说南兆有六个清平官 但因为一卯寻特别信任郑回 基本上国家大事 都是郑回一人决断 甚至还出现了 其他清平官做错事 被郑回变打的情况 自从南兆臣服吐蕃后 吐蕃每次出兵 都要南兆派兵支援 而且还让南兆担任先锋 这还不算 吐蕃还强占南兆的闲药之地 并对南兆征收很繁重的赋税 这让南兆受尽了苦头 郑回虽说人在南兆 但他还有颗唐人的心 他劝一卯寻重归大唐 一卯寻也想重归大唐 但这么多年来 已经断了和大唐的来往 就算现在想表达诚意 也没有门路 真元三年 公元787年 维稿来到西川 他一到任 就对境内的各蛮族进行抚慰 一卯寻到之后 知道和大唐重新和好的机会来了 暗中派人混入蛮族 向西川截斗使维稿 表达了自己重新归附的想法 维稿大喜上咒给李阔 说南兆有重归王化的愿望 建议朝廷同意和好 以分化吐蕃的势力 李阔也不确定 这是不是南兆的阴谋 就下召让维稿以西川的名义 先和南兆沟通沟通 观察事态动向 维稿写信给东蛮 让他从中探听南兆的情况 引导南兆归附 在得知南兆王是正回教出来的学生后 维稿觉得南兆王应该是个知书达理之人 就写了一封直接给一卯旋的信 让他早日前世归附 这时候正好是李弼做出孤立突破国策的时候 对和好南兆 朝廷上下达成了一致 一卯旋接到维稿的书信 也想立即归附 但担心维稿的来信 只是维稿擅自主张 并非朝廷的意思 还是不敢直接前世 他让自己的成熟部落东蛮人先入境 观察朝廷的动向 李阔为打消南兆的顾虑 亲自接得了东蛮来人 并赏赐了厚礼 还给东蛮人封老王 瘦老印 公元788年 吐蕃发兵十万 准备要入侵西川 给南兆传信 要南兆出兵协助 南兆虽然有归附唐天的想法 但一时还不敢和吐蕃闹掰 也发了数万兵 屯扎在卢水北侧 维稿知道 南兆王左右摇摆 南下决定再次修书一封 劝南兆贵乡 吐蕃也感觉到了一卯军的不对劲 分兵两万 堵住南兆前往属地的路 一卯军大怒 带着自己的数万人马 直接回去了 这样一来 吐蕃和南兆就相互拆地了起来 失去了南兆的助力 吐蕃的军师大将 但既然出兵了 无功而返 实在也说不过去 于是他们兵分五路 除了一路防范南兆外 其余四路分别攻打两林 东蛮清西关和铜山 维稿联合东蛮人马 在清西关大败吐蕃 吐蕃又调来两万人马 增援清西关 另加一万人马 去攻打东蛮 维稿命令 各军严守要冲 亲自独军 归州精略使刘昭彩 多次出关迎战 连续八天击败吐蕃 吐蕃见一时拿不下西川 引诱威胁南兆出兵 维稿担心南兆扛不住压力 亲自写信给一卯薰 回乎多次请求天子共灭吐蕃 如果大王您不早做决定 一旦被回乎赶在了前面 大王世代相传的功劳 就被人抢走了 云南长期受到吐蕃的欺压 现在不趁机依靠 大国的力量来报仇学耻 更待何时 虽说这封信 没有让一卯薰直接倒向打他 但也让他扛住了吐蕃的压力 吐蕃和西川相似了起来 这一相似就是十个月 公元789年10月 维稿派兵联合各蛮族和吐蕃 在贵州的台东谷决战 再次击败吐蕃 斩首两千余人 吓得掉入悬崖 摔死的淹死的还有无数人 还斩杀了吐蕃大兵马使 七仗折折 七仗折折是吐蕃的肖将 他死后 维稿带兵收复师弟 几乎功无不克 数年间就把贵州全境收复了 这数年间 维稿多次派人 劝一卯勋归顺大唐 吐蕃得到消息后 派人责怪一卯勋 和唐廷走得太近 为了迫使南兆继续听自己的 把南兆很多大臣的儿子 抓去做了人质 再让南兆越发的憎恨吐蕃 吐蕃暗中和乌顿母修长 居猛冲达成协议 让他煽动群蛮 阻碍南兆和唐廷来往 到了真元八年 公元792年2月 维稿捉住了居猛冲 裂罪后斩杀了他 南兆和大唐的鹿 也就被打通了 当年7月 维稿在维州大破吐蕃 还俘虏了吐蕃大将 论战日 11月 维稿联合南兆 把吐蕃驱赶到云林以外 把吐蕃修筑在想要的城堡 全部摧毁 并在南兆和西村中间 修筑了一座大城 供两国人民相互往来 鹿通了 和谷之游解除了 一卯巡决定正式前使入唐 真元九年 公元793年7月 为确保安全 他一口气派了三拨人 一路走荣州 一路走泉州 一路走岸南 三路人马在成都会合 送上金矿石 表示金城所至金石为开 维稿霸使者送到长安 唐主李阔 前使安抚南兆 10月 维稿派部将崔左 带着兆叔前往南兆 一卯巡这边 他还不想让吐伯知道自己已经归附了唐朝 所以他要求崔左换成蛮人的衣服入城 崔左延迟拒绝了 一卯巡改让崔左趁夜入城 崔左进城 宣读造书 故意把声音提高很多 一卯巡无奈 既然自己已经归附了唐廷 还是老老实实的听完了崔左的宣照 等崔左安顿好后 郑回暗中去会见崔左 崔左这才完全明白一卯巡的想法 第二天 他按郑回所交 劝说一卯巡斩杀吐伯师者 交出吐伯所持金印 恢复南兆国号 一卯巡同意吹左的建议 下决心和吐伯决裂 不过他并没有立马斩杀吐伯师者 因为他还要利用和吐伯的关系 给唐廷送上通名状 这些年 虽说吐伯已经拆见了南兆 但每次出征 还是要征调南兆人 有一次吐伯要和回府打仗 下令征调南兆一万人 一卯巡借口 说南兆国小人少 发兵三千行不行 吐伯先少 一卯巡增加到五千 吐伯勉强地答应了下来 一卯巡让这五千人走在前面 自己带着数万大军跟在后面 大军一直走到吐伯的神川地界 吐伯才发现了异状 连忙派兵阻拦 无心算有心 吐伯打败 南兆占领了十几个城市 俘虏了五个吐伯的酋长 得到十余万吐伯人 两家都开战了 那关系自然也就破裂了 一卯巡派他的弟弟臭罗 带着南兆的地图 土特产和吐伯之前收给的金印 入京纪念李阔 请求恢复南兆国号 6月12 李阔派人册封一卯巡 还撤了金印 至此 李毕北通回湖南连南兆 以孤立吐伯的国策 终于获得全面的成功 加上边疆吞天制度的实施 唐廷边疆守卫力量 也得到很大的提升 西川 山南西道 关中 灵州等地 不断地传来击败吐伯的消息 吐伯之患得到了较为彻底的解决 到了真元十三年 公元七百九十七年 吐伯主动前使请求和好 但因之前的平良结盟 唐廷坚决不同意意合 也是这一年 吐伯战谱次从德战去世 吐伯贵族内斗不断 直到赤松德战的幼子 即位为新的战谱 朝局才慢慢的稳定了下来 新战谱名叫赤德松战 赤德松战在位期间 一改往日吐伯穷兵突兀的国策 大力支持佛教 多次前使修复波唐关系 波唐多年战争告一段落 外部环境稳定的唐朝 能找回大唐锡子的荣光吗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一定要订阅关注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慧